大家好 我是张三 我现在在崇明岛 东平国家森林公园里有一架J6战斗机 我身后 我马上拍一下 在这个林子里 我现在走近看一下 旁边有一块牌子介绍它的 这个飞机也挺大的 先整体看一下它的造型 战斗机嘛 两页一边有一个炮筒 对面也是有的 不止一个 最下面还有 前面这个应该是干什么用的 有知道的麻烦告诉我 另一侧是这样的 左右对称的 驾驶场感觉好小啊 所以战斗机的飞行员 其实挺辛苦的 在这么小的空间驾驶 下面的轮子都没拆除 三个轮子 轮子倒是挺小的 头部这里有编号啊 92715 机身上会有81的标志 从机尾部看一下 可以看到里面的构建吗 看不到 被堵死了 分别用两块木板堵的 殲6是我国第一代超音速战斗机 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 后来随着第2代第3代的出现 他就派不上用场了 慢慢就退役了 殲6到现场来看挺大的 如果说是对比的话 和我们平时做过的那种客机相比 倒还是明显感觉要小 驾驶舱旁边的金属片 是干什么用的呢 前面倒是没有堵住 可以看进去 不过黑曲曲的 也看不到里面是啥 倒是掉进去一些山树的叶子 那些小的碎叶 这家战斗机就在1号门进来往东一点点 彩蛋射击这个运动项目的旁边